2019年3月15日上午9点 上海青浦区的民警接到了一起报案 来报案的是一对中年夫妻 男人说 我儿子李慧中和儿媳陈阿娇都失踪了 已经有一个星期联系不上他们了 到处都找遍了 也找不到人 女人则是抹了一把眼泪 跟着说 他们俩刚结婚才半个月呢 也不知道遇到什么事就联系不上了 这个男人叫李一山 十年48岁 他和老婆王秀兰都是河南洛河人 二人结婚之后就到了上海打工 后来是攒了一些钱 就在上海做起了生意 目前也算是有点小钱 二人有一个独生子 名叫李慧中 十年23岁 在高中毕业那会儿就没有继续读书了 帮着家里一起打理生意 2018年年底 夫妻脸就催着儿子去相亲 后来就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二人再交往了几个月 在19年春节过后给他们办了婚礼 可是这新婚还不到一个月呢 两人突然就失踪了 这就让老两口很费解也很着急 老李说我们基本上没有怎么回过老家 每年过节都是在上海待着 除非老家那边有婚丧嫁娶这种大事 我们才会回去一趟 我儿子平时也是比较宅 基本上也不怎么出门 他那天也没跟我们打招呼呢 就不来上班了 我当时还以为他要带着他媳妇出去玩一段时间呢 毕竟小两口是新婚吗 可是我没想到这一眨眼的功夫都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那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去他们的房子里也看过了 两个人的行李还在 他们的衣服一件也没有少 就是人不见了呀 警方就稍微的了解了一下李进中的人际关系 发现他的人际关系很简单 基本上是没啥朋友的 陈阿娇的人际关系也挺简单的 他和李进中一样高中毕业 后来就来到上海打工了 打工几年自己也是攒了点钱 交往的最多的 也就是那么两个固定的好姐妹 警方就询问了陈阿娇的两个闺蜜 他们也不知道陈阿娇去了什么地方 其中的一个闺蜜小假说了 他结婚之后就很少跟我们联系了 好像是从他办完婚礼之后 我们就没有怎么在一块逛过街 当时他说他很喜欢他老公 两人感情还不错 我记得最后一次跟他聊天是十天以前 那时候他跟我说他想跟他老公去旅游 当时我还问他哪些地方好玩 他跟我说好玩的地方有很多 只要身边有喜欢的人哪里都好玩 没有在两个闺蜜那里得到有用的线索 警方又是来到了爱人之前的出租屋 老李夫妻俩在上海做生意这么多年 手上也是攒了一些钱 原本是想给小两口买一套小房子 但是小夫妻的婚礼办的有些着急 这房子还没有来得及买 老李说如果儿子和儿媳妇是去旅游了 那就等他们回来再把房子买了 现在小两口租住在离他们不远的一个小区里 小夫妻俩住的是一个40平大小的房子里 那是一套一居室 屋子里边舒适的很干净 床上的被子也是叠的整整齐齐 地板擦的干干净净 民警们又到卫生间里转了一圈 也是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两张年轻的面孔笑得很甜美 在卧室的床上也是挂着一张放大的婚纱照 两个年轻人非常登对 都笑着凝视着对方 看着很幸福的样子 他们结婚的时候 阿娇说想去海南玩 但是我儿子不想去 二人因为这点事就吵了几句嘴 不过平时二人挺好的 阿娇是在一个服装厂里上班 下了班有的时候会去我们那边吃饭 离境中的母亲王秀兰苦着脸跟警方说 她是个很好的姑娘 很懂事 也经常帮我干点杂物活 不知道这俩孩子到底是去哪了 真是抽人 民警小肖问 你儿子儿媳是一起失踪的吗 还是以前以后失踪的呀 老李想了想 好像是我儿媳妇先不见的 我想起来了 那天我儿子说让我帮他抬点东西 我就来了家里一趟 帮他把一个大冰柜给抬了上来 当时家里就他自个儿 我就问他阿娇去哪了 他说吃了饭就出去玩了 我说这都晚上了还能去哪玩啊 他就说他经常晚上出去六万 到个十点多钟就回来了 老李对儿子的话很信任 但是警方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呀 他们就调取了当时的监控录像 好在这个年头上海遍地都是监控 相信不管他们干了什么 监控都会拍摄的一清二楚 按照李进忠父亲的说法 说儿子和儿媳是3月6号失踪的 好那就从3月6号开始查 他们查看了李进忠租住的小区 3月6号晚上5点多钟的录像 他父亲说了 他们一般都是5点30吃晚饭 吃了晚饭 而媳妇就喜欢去外边三散步 66万 但是5点半到6点的监控录像中 却并没有显示 这陈阿娇的身影走出过小区 反而是在7点多钟 李进忠骑着一辆电瓶车 从外边回到了出租 晚上8点多钟 李进忠的父亲老李来了 8点30左右 老李和儿子一起抬着冰箱上了楼 在这期间 陈阿娇一直没有出现过 警方就问老李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呢 别的门口还有监控吗 老李摇了摇头 这个小区有点老旧了 也就这么一个大门 就门口这么一个监控 其余的地方就没了 接着警方又是调取了7号的监控录像 发现7号一大早 李进忠就骑着电瓶车出了门 到了8点多钟的时候 他就带回了一个大号的黑色行李箱 行李箱 看到那个黑色的行李箱的时候 几个民警顿时心里都咯噔了一下 这家伙不会是把陈阿娇堕碎了藏在了这个黑色的行李箱里了吧 而之后的一整天 李进忠都没有再出过门 8月是晚上11点左右 李进忠将行李箱就放在了电动车面前 然后骑着电动车就出了院子 而通过他搬动箱子的动作 不难看出 箱子里的东西应该很重 他是弯着腰费了好大的劲儿 他将箱子搬到电动车上的 那么他骑着电动车又是去哪了呀 就上回警方开始调查 他骑着电瓶车去往何方 民警就沿路调去监控 发现李进忠走过附近的一个小区的时候 是停在了门口 他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大约十几分钟之后 一个男人就出来了 和他说了几句话 就上了他的电动车 坐在了电动车的后边 他们一起走到了一家五金店 李进忠把车就停到了五金店的门口 他们俩一起在五金店里挑选了一把铁锹 两个人带着一把铁锹 还有一个黑色的行李箱 便向着荒无人烟的地方失去了 电瓶车一直行驶到了荒郊野外之地 二人下了车 就把车子停放在了马路边上 拎着黑色行李箱和铁锹 就走进了小树林里 等两个人再次出现在监控录像中的时候 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 铁锹和黑色箱子都不见了 接着二人又是骑着电瓶车 远路返回 看完了监控录像之后 侦察员小肖叹了口气 他用极其惋惜的口吻 对李进忠的父母说 你们的儿媳妇99%的几率已经遇害了 而更坏的消息是 害他的人很有可能是你们的儿子 你们儿子之所以失踪 很有可能是畏罪潜逃 接着 他又指着监控画面中出现的另外一个男子 问他们你们俩认识这个人吗 老两口还是沉浸在惊恶之中 他们是不相信儿子会杀人的 好半场回过神来又同时摇了摇头 刑警小肖又说了 你们先回去吧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刑警大队了 如果他们找到尸体了 可能很快就会找到你儿子了 啊 老两口又如是听到了晴天霹雳 汪秀兰一屁股坐在地上 那是嚎啕大哭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儿子不可能杀人的 我儿子那么怪 从小他连杀鸡都害怕 他怎么可能杀人呢 可是监控画面又不会说谎 那个大箱子让谁看 八成装置的都是儿媳妇的碎尸 想到这儿 他们也是不得不信了几分 老李虽然也感觉像是被人狠狠的扎了两刀 但他还是有些理智的 他就上前把妻子搀扶起来 你先别这样啊 这还不是没有找到人吗 人家警察也是在推理案件在查呢 王秀兰还是大哭不止 嘴里是念念叨叨 我儿子不可能杀人 我儿子不可能杀人 老李是强撑着拉着王秀兰往家里走 一路上都是小声的安慰他 脑两口相互搀扶着 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脑袋里也是一片空白 仿佛这一切都是个噩梦 咱们接上回 老李是强撑着拉着王秀兰往家里走 一路上都是小声的安慰他 老两口相互搀扶着 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脑袋里也是一片空白 仿佛这一切都是个噩梦 老李宁愿相信儿子和儿媳妇是一起失踪了 他也不希望儿子是杀了儿媳妇为罪潜逃 他老李家一直都是勤勤恳恳做人踏踏实实的 想杀人这种大罪又怎么可能去做呀 这简直是丢丢祖宗的脸呢 警方马上是带人按照监控画面中给出的提示去寻找尸体 然后又是安排警力接着去出租屋里去查找蛛丝马迹 警方拿着先进的仪器进了出租屋 一点一点的检查 很快他们就在出租屋的床上发现了浓密的血迹斑点 尽管整个床已经被擦洗的干干净净了 但是警方通过特殊手段还是一测就测出了血迹 另外警方还在卫生间里发现了大量的隐藏的血迹 经过检测 这些血迹都是人血 而这也更加肯定 陈阿娇是被李进忠在家中杀害并且碎尸了 又或者是7号晚上将其分尸装到了大行李箱里 拿去掩埋 根据监控录像的显示 警方很快在那个小树林里就挖到了那个大行李箱 打开行李箱之后发现 果然这里边就装着尸块 这正是已经失踪已久的陈阿娇 为了确定死者就是陈阿娇 民警提取了他父母的DNA 完全避兑上了 死者就是陈阿娇 而杀害陈阿娇的人显而易见 肯定是他的丈夫李进忠 可是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了 他们俩才结婚一个月左右 为何李进忠却如此残忍的 将新婚妻子给杀了呀 警方始终不理解 李进忠的父母也很不理解 他们得知儿媳妇确实被自己的儿子杀害 并且分尸的消息之后 那是悲痛不已 王秀兰更是晕掘了过去 而陈阿娇的父母在得知女儿被害之后也是很悲痛 他们愤怒的表示 万万没有想到女婿居然是这么狠毒的一个人 陈阿娇的父亲说 在我印象里 小李虽然内向 但也还算是懂事 每回来我们家吃饭时 也都会帮着做这做那 他话不多 但是人还是挺勤快的 我觉得这种人比较稳重 可谁想到他居然这么狠毒 警方接下来要继续调查李进忠的去向 与此同时 他们也在调查和那个李进忠一起抛尸的人 只是吧 当费尽千辛万果 总算是查到和李进忠一起抛尸的那个人的家庭住址之后 当刑警们找到那个小区 找到那个住址时 却发现早就是人去楼空 房东说 他早就跟我说要退租 再到后来 他连押金都没有要就走了 他老家是河南新乡的 我想他可能是回老家去了吧 刑警就问他 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房东说具体时间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两天前我去敲门的时候人就不在了 因为那天我有空想跟他谈押金的事 再到后来 我让开锁的帮我打开房门 这才发现他已经把东西全部都收拾走了 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那个男人名叫朱玉东 老家河南新乡 但是刑警们认为他和李进忠是不可能逃回河南新乡的 虽然老家地方大 但是他们往老家逃 很容易被警方给逮捕 很快刑警们又是掌握了一条消息 李建忠和朱玉东二人于3月9号踏上了开往郑州的列车 警方判断 这二人很可能是去了郑州 于是就派遣警力前往郑州追捕 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之下 警方终于是在郑州的一家宾馆将二人抓获 而当时二人就开了一个房间 还睡在一张床上 在审讯室里 李进忠讲述了他和陈阿娇 朱玉东 他们三人的爱恨纠葛 这集咱们一起来看这三人的爱恨纠葛 李进忠说 我本来没有想着要结婚的 我才23岁 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 关键的是 我 我不喜欢女人 但是我爸妈就喜欢催我 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们就想让我相亲定亲了 可是那个时候我才18岁啊 我不干 我就这么一直拖着 可是一年一年过去了 他们每到过年就催我 被他们催了没办法 我才答应他们去相亲的 李进忠是在上高二的时候 这才发现自己不喜欢女生 那个时候和他做同桌的 是一个学习很优秀的帅哥 那小子脾气好 又说话温柔 而且很会打篮球 李进忠很快和他就成了好哥们 他渐渐的就发现了 自己居然对这个同桌 有心动的感觉 可是他很清楚明白 同桌是有喜欢的人 而那个女生也很喜欢他 李进忠的初恋 就成了一段没有结果的暗恋 也正是因为这一段苦涩 又难以开口的暗恋 影响了李进忠的成绩 让他最终没有考上大学 而当年的同桌 则是考上了浙江大学 后来又是很顺利的 和他的女神做了一对神仙眷侣 听说他们后来是移居到了国外 李进忠就再也没有跟他们联系过 而再到后来 李进忠就一直没有遇到让他心动的人 直到后来在网上玩游戏时 他就认识了游戏中的一个河南老乡 而这个老乡就是朱玉东 二人在网络上一见如故 很快就添加了好友 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现彼此有很多话 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而更让李进忠惊喜的是 朱玉东和他一样 也是喜欢男人 两个人认识了一年之后就见了一面 他们对彼此都很满意 李进忠特别喜欢跟朱玉东一起爬山 打球游泳健身 二人甚至还想过要一起生活的 可是现实却不允许啊 他们爱人都有着相同的烦恼 那就是被父母催婚 朱玉东要比李进忠稍微强一点 因为他还有一个弟弟 他说就算我这辈子不结婚 我父母也不会断后 他们还有我弟弟呢 我弟弟会承担起传宗接待的任务 但是李进忠就不一样了 他是独生子 而且还是三代单传 他父母恨不得他在十几岁就结婚生子 因此他不读书之后 几乎天天都催着他 赶紧找对象 赶紧结婚 李进忠他不敢跟父母说自己的真实情况 他担心父母受不了这个打击 每次父母催婚时 他总是以年纪小而拒绝 他是一面焦虑着如何应对父母 一面又是沉浸在朱玉东的爱情里面 那是无法自拔 终于有一天 他被父母催得实在是没办法了 就对朱玉东说 要不我干脆就随便找个女人结婚算了 应付一下 但是我们还继续在一起 朱玉东尽管不乐意 但是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就赌气说 可以啊 等你结了婚 我也赶紧结婚 省得我爸妈天天念叨 于是李进忠父母再次逼着他去相亲室 他就去了 他长得高大帅气 在相亲室被陈阿娇一眼相中 朱玉东他没怎么和女人交往过 因此他也不懂得如何和女孩相处 只是觉得陈阿娇长得还算漂亮 说话也比较温柔 就对他挺满意的 二人聊了几句就添加了微信 之后 每天陈阿娇都会和李进忠聊上几句 李进忠也是尽量的去敷衍他 大概聊了那么几个月 二人都觉得彼此还挺好的 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那天吃过午饭 李进忠对父母说 我觉得现在跟我聊天的这个小姑娘不错 如果你们也满意的话 那就把我们的婚事给办了吧 父母听了这话喜出望外 马上就提出要和女方家长见面 去商量婚事 就这样 小两口就结婚了 刚开始二人相处的那是相安无事 可静静的 陈阿娇就发现 有点问题 新婚夫妇不应该是天天腻在一起吗 可为什么李进忠对他像是陌生人一样啊 而很不凑巧的是 他在新婚之夜居然来了月经 二人就没过夫妻生活 可是几天之后 他完事了 他却依然不跟他亲热 阿娇这就有点不理解了 那天晚上 阿娇洗了澡 就故意没穿衣服 钻到了被窝里 可李进忠不但没有激起一丝欲望 居然还让他把衣服给穿好 介绍回 结婚之后的陈阿娇发现有点问题 新婚夫妇不应该是天天腻在一起吗 可为什么李进忠对他像是陌生人一样啊 而很不凑巧的是 他在新婚之夜居然来了月经 二人就没过夫妻生活 可是几天之后他完事了 他却依然不跟他亲热 阿娇这就有点不理解了 那天晚上 阿娇洗了澡 就故意没穿衣服 钻到了被窝里 可李进忠不但没有激起一丝欲望 居然还让他把衣服给穿好 阿娇顿时很生气 就抱住他趁怒道 喂你是男人吗 你为什么不跟我亲热 我都这样勾引你了 你还拒绝 你是不是那方面不行 李进忠听他这么说 顿时就生气了 谁跟你说我不行的呀 还谁跟我说呢 这用别人说吗 我自己感受的 你要是行的话 还用得找我来勾引你吗 好 我让你看看我到底行不行 直到这天晚上 二人才完成了他们的 洞房画竹叶 但是即便如此 从那天开始 只要阿娇不主动 李进忠就不会主动和他亲热 而且二人平时也是客气的 像是陌生人一样 这让阿娇的心里特别不痛快 一天晚上阿娇下班回来 就看到李进忠坐在电脑前 噼里啪啦的打着字 他就站在李进忠后边看他聊天 可不成想 李进忠发现他过来了 就立马把聊天框最小话了 怒道 你为什么偷看别人聊天啊 哎 阿娇就问他 那你是在跟谁聊天啊 你是不是有个网络情人 好啊 你有情人还跟我结婚 你就是个骗子 难怪你不愿意跟我亲热呢 原来你的心里是惦记着别人 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那个狐狸精是谁啊 他是干嘛的呀 李进忠就瞪他一眼 你他妈有病 然后就关掉电脑去洗澡去了 可是等到李进忠洗澡出来 阿娇依然是不依不饶 询问他 那个臭不要脸的小三到底是谁 又是住在什么地方 李进忠一怒这下 就打了他一巴掌 阿娇一下子就哭了 在骂了他几句之后 就收拾了衣服回到父母那里去了 即使阿娇猜的没错 李进忠确实心有所属 只不过谁也想不到居然是个男人 即使阿娇猜的没错 李进忠确实心有所属 只不过谁也想不到居然是个男人 自从结婚之后 李进忠的心里就一直别别扭扭的 他压根不喜欢这个婚姻 可是每天呢需要面对着一个女人 这让他非常的痛苦 每当阿娇去上班了 李进忠就立刻和朱玉东在网上约会 有的时候也约着线下一起去哪里游玩 有一次 在阿娇放假的时候 李进忠就明目张胆的把朱玉东约到自己家里来 他对阿娇说 这是自己的好兄弟 阿娇不明所以 他也还给他们做了一桌子好菜 可是李进忠和阿娇平时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两个人唯一的沟通就是吵架 陈阿娇是个爱唠叨的人 他嫌弃李进忠不带他出去玩 不在乎他 有一回 李进忠又去找朱玉东出去玩 结果被阿娇发现之后 又是嫌他不带自己出去一起玩 又是跟他吵了一架 在争吵中 阿娇就脱口而出 你为什么不带我出去玩 却经常和你那个兄弟在一起玩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李进忠一下子被戳中了秘密 但是他不想马上承认 就反驳 阿娇还是不服 就质问他 你把我丢在家里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他在一起的 或者说 你是拿着他做幌子 在约别的女人 李进忠说 我不想跟你解释这么多 因为咱们俩人考虑的方式不一样 因此有很多事情你不喜欢也不理解 我为什么要带你去啊 阿娇就经常因为朱玉东的事而吃醋 在案发那一天 陈阿娇再次因为朱玉东的事情和他吵架 李进忠的头都大了 而陈阿娇之所以又是因为朱玉东的事和李进忠吵架 那是因为他偷看了二人的聊天记录 那是非常的暧昧 两个大男人居然还互称对方为宝贝 这样他很恶心 别以为你伪装的很好 其实我早就把你看穿了 你就是个骗婚的鸡佬 你等着吧 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要戳穿你 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把你的脸给撕烂了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就是个臭不要脸的骗婚鸡佬 听陈阿娇这么说 李进忠他很担心自己的秘密被抖露出来 一旦那样自己的名声就被这个女人给损坏了呀 到时候他们老李家的脸该往哪搁呀 李进忠是怒目远征的盯着陈阿娇 你说什么 你信不信我把你的嘴给撕烂了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敢说你俩的关系是单纯的兄弟情 你别跟我瞎扯了 谁家的兄弟会呼叫宝贝 还叫亲爱的 你真是恶心死了你 我说你为什么不喜欢跟我上床 原来你喜欢男人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绝对不会成全你们 你们不是真爱吗 那就不要害怕被人知道 多多藏藏的算是什么真爱 李进忠被气得浑身发抖 他本来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 不爱说话的人 特别是和人嘲笑的时候 他完全处于劣势 那是只有被人骂的份 此刻他听着陈阿娇的叫骂声 他是一句嘴也还不上 不到一会儿 他就恼羞惩怒起来 居然拿起茶几上的一把水果刀 对着还在吼叫的陈阿娇 就捅了过去 当时他也不知道在陈阿娇的身上 到底捅了多少刀 直到陈阿娇再也没有了生气 他才瘫软下来 鲜血流了一床 流了一地 看着满地阴红 李进忠者才彻底清醒过来 他慌乱的扔掉刀子 瘫坐在地上 捂着脸上一阵痛哭 随后他又向朱玉东求助 朱玉东劝他自首 可是被他一口回绝了 不行不行 我害怕坐牢 那我们就想办法 把他的尸体给处理了 朱玉东接着说 明天晚上我跟你一起去抛尸 咱们再一起逃跑 天涯海角都在一起 李进忠就逼着自己冷静下来 他把陈阿娇的尸体搬到了卫生间里 又把代谢的床单被罩扒下来扔到了洗衣机里 又用拖把来回的清理了地板 在收拾好了现场之后 他又是想到了一个上海的藏尸案 于是他就买了一个冰柜 这是家里地方小 没有买那么大的 他就买了一个普通的小冰柜 他决定先把阿娇的尸体堕碎了 放进去 等找到合适的机会时 再扔了碎尸 那晚过后 他就抓紧一切时间去买了冰柜 但是人家没有帮他给搬到楼上 没办法 他就把父亲叫来 帮他把冰柜搬到了家 父亲走了之后 他就抓紧时间 把陈阿娇的尸体给堕碎了 然后装到了冰柜里 第二天 他又是赶紧去买了一个黑色的大个儿行李箱 吃过晚饭 他就给朱宇东打去了电话 朱宇东表示 已经帮他选好了一个极佳的抛尸地点 让他直接把行李箱带过来 二人又是一起去买了铁锹 然后就到城外的小树林里去抛尸 毁尸灭迹之后 他又在朱宇东的出租屋里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悄悄的回到家里收拾了东西 然后又和朱宇东一起逃往了郑州 李箱中杀人了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在警局里他低着头说 其实从逃跑的时候我就已经后悔了 我不应该冲动杀人 哪怕是和朱宇东私奔也比杀人了强啊 我害了朱宇东也害了我的父母 说着他气不成声 朱宇东也是很后悔 他说我不应该挫恿他抛尸逃跑 他做错了事就应该接受法律的严惩 我没有报警反而是继续隐瞒 还跟着他逃跑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错的 李箱中一怒之下杀人 一下子摧毁了四个家庭 他自己的父母自不必说 可以说他还没有尽到半点孝心呢 就给他们造成了如此大的心理伤害 切不说他的父母能不能接受他的同性恋 就单单骗婚就已经让他们蒙羞了 而杀人更让他的父母抬不起头来 无论男人女人啊 都不要太高估自己在对象心中的位置了 你觉得他杀的是你的情敌吗 可是你换位思考一下 假如说他不喜欢你了 是不是也可以把你给杀了 李箱中一犯故意杀人罪 情节恶劣 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朱玉东也是犯包庇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好了 本期节目就说到这 节目的最后继续求赞 求留言求月票 求无新好评 感谢大家 那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本期期限制 黄片 引发的不伦之恋 不伦之恋 禁忌之恋 向来都是一些情感类新闻的噱头 但是今天咱们 这些案子 他却不只是一个噱头 他还是一出荒唐的闹剧 那说起黄片 相信很大 一部分小伙伴都看过吧 你没看过 你发誓 说到黄片 大部分人的脑海里边想到的 是不是那些 什么岛国 欧美 那些动作片 那些漂亮的女主角 像什么 苍老师 波多 野洁一小姐姐 哎呀 赵文你不是好人 你看你居然了解这么深 哎呀我还没完呢 什么小泽 玛丽亚小姐姐 这些小姐姐们 他们总有你认识的那一款 对不对 当然了 今天咱们说的重点 不是这些小姐姐 拍的动作电影啊 拉他们出来啊 就是跟你混个脸熟 咱们今天说的黄片 他也是分很多种类的 哎呀 差不多就行了啊 这甭管查 种类的 在怎么国内 那是打击的 严厉禁止的 不过啊 这种东西 他就像是一些犯罪活动一样 即便是再打击 他还是有的 啊 我们的主人公们呢 今天看的小黄片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那到底是哪一种啊 咱们先卖个关子吧 先说案子 然后开始穿越 2009年 11月24日 午夜 安徽城 马安山市当图县 黄池派出所 突然响起了一阵 急促的电话铃声 本来还在打瞌睡的 值班民警小张 瞬间呢 就清醒了许多 他刚接起电话 那端就传来一个 急切的声音 你好 是派出所吗 我们这边出事了 哎呀 要出人命了 你们快过来吧 那请您说一下具体地址 小张说的 啊 我们这里是中夹村三大队二组 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看样子这事态有些紧急 小张呢 也是急忙的组织了几个同事 火急火了的 就赶往了报警人的村子 大约是十几分钟之后的 小张便带着同事们赶到了中夹村 乡村的夜晚 极度的宁静 但是 三大队二组的陈赫敏家里 却是很热闹 男女老少的争吵声 小孩老妇的哭声 还有家中圈养的老狗的狂吠声 全部的混在一起 都成了一股 奇怪的夜的交响曲 小张刚刚走进陈家呢 就看到一个中年男人 满头是血 他就急忙问 哎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中年男人 则捂着头部受伤的地方 脸上的五官都疼得有些扭曲了 没事 这只是我们家里的事 小张见他伤势不轻 怕出事 于是就跟他说呀 你呢 先上车 我们送你先去医院 可是啊 这中年男子却连连摆手 不用了 谢谢啊 一会儿的 我自己去村医务室 去包招一下就好了 刚才啊 只是我不小心撞了一下 麻烦你们了 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哎呦 这大半夜的 把人家警察请到家里来 还没弄清个原围呢 就要把人家给送走 不知道啥叫庆尘容易 送着难吗 不是我说你们 一家人重要的是和和气气 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也不能这样打人呢 你看 流这么多血啊 真的会出人命的 啊 有什么事 大家好好说 小张一边说着 一边看向中年男子 你就别撑了 我劝他 你还是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走 我送你 明白 我不去 中年男子固执的说着 我说呀 你怎么就这么倔呀 啊 有什么事情能比命重要啊 我们劝你你不听 人家警察劝你 你好歹的也听一听吧 一直站在院子里抹泪的一个老年妇女 也上来劝说道 中年男人 这才不那么固执的 带着小张 出了门 朝着村医务室走去了 据了解 这个受伤的中年男子 名叫李秀峰 十年三十八岁 而刚刚拨打报警电话的人 是他的妻弟 陈立伟 而那个劝说李秀峰去包扎伤口的老妇女 是他的岳母 王翠湘 留在全家小院的民警赵磊 询问王翠湘 你们这家人 这是因为啥事啊 闹得半夜是鸡飞狗跳的 可王翠湘啊 却捂着脸 哭了 新冠难断家务事的 你们还是不要管了 说完的 就跑屋里去了 这时 陈立伟叹了口气说 刚才 那是我二姐夫 他这个人很固执的 这不是 咳咳咳咳 这陈立伟 刚想说什么呢 就听见他父亲 陈赫敏 咳嗽了几声 似乎意识他 不要说了 于是 民警赵磊 又看向了陈赫敏 大叔 你要相信我们人民警察呀 不管出了啥事 都不会让任何人受委屈的 您呢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我们说清楚呀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 家里人产生了误会而已 陈赫敏 坐在了门前的椅子上 一脸不耐烦 误会 什么误会呀 都是那臭不要脸的李秀峰干的好事 刚才怎么不碰死他呀 陈立伟 怒气冲冲的叫嚷着 好吗 这民警赵磊和其他几个民警啊 都是一头雾水 再询问他们几个人 又谁都不说话呢 民警感到这事情 很是蹊跷 这时 李秀峰已经包扎好了伤口 回去了路上 民警小张就问他 来的时候 你不肯说你为啥弄伤了自己 那现在 你说说呗 他们一家子 太欺人太甚了呗 李秀峰气横横的说着 那你那头是他们砸的 为啥呀 小张又不解的问 李秀峰白手道 不是了 是我自己砸的 哎呦 你这可真是稀奇事啊 没人会无缘无故的 把自个头砸个头破血流吧 这事的 小张的好奇心 也被吊了起来 怎么各位听友的好奇心 是不是也被吊起来了 不急不急啊 咱们慢慢说 哼 他们让我干什么都行 但是呢 不让我和陈和民联系的话 我就让他们一家老小 都过得不安生 李秀峰咬牙切齿的说着 民警小张听了这话 顿时吃了一惊 哎 为什么呀 我 我们 翁绪感情很深 一天不见他 我就想他 夜里睡不着觉 这李秀峰说的 哎呀 居然呢 还红了脸 啊 小张听后 吃惊不小啊 哎我去 这这这这 剧情有点意想不到啊 哎 我本来只是想调解一下 你们家庭矛盾的 没想到居然还吃到了 惊天大瓜呀 这真是 摧毁三观 四观 确实的 李秀峰的回答 让人大吃一惊啊 但是他接下来的话 更烧人 震惊不已 那你们翁绪 是什么关系啊 小张直接了当的问 他觉得 李秀峰的话 藏着很大的猫腻 但是 李秀峰 却不再继续说了 任凭小张 询问了半天呢 李秀峰 这才被迫无奈的 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李秀峰的家 住在陈赫敏家的邻居村 相隔不远 他呀 也算是老陈看着长大的玩 啊 两家的关系 一直也都是不错的 他心肠很好 我小的时候吧 家里条件差 这陈赫敏呢 他就经常的接机我们家 他和我爸的关系也不错 两个人经常的 一起出去打工 再后来 我不上学之后的 他还收我做干儿子 成年之后的 还把他的二女儿 也嫁给了我 李秀峰就这样淡淡的说着 诶 这听起来啊 他们家的关系 确实不错 那如果之后 没有那件事 这一家人 也是和善 美好的一大家子 但是这事 坏就坏在了2006年 李秀峰叹了一口气 接着又说 2006年年底的时候 我和老陈一起去了 五湖南郊的一个建筑工地上 去做工 我做的是水电工嘛 他做的是泥瓦匠 于是为了节约开支啊 我俩就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当时又是冬天 很冷 我俩就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那个时候挺无聊的嘛 有一天的 一个工友就说 他那里有好看的小视频 我当时就想 不就是那种片子吗 谁年轻的时候没看过呀 我那个工友就说 保证我没有看过 然后就把一张光盘借给了我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 然后就跟着老陈一起去欣赏了 哎呦可谁知啊 那光盘居然是同性恋的场景 像那种片子的 我们翁续两人 真的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当时也确实的 让我们大开眼界 至于人家 这两人看的是啥小视频啊 这具体内容是啥呀 细节是啥呀 咱也不知道啊 咱也不敢问 反正吧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 这两个男人在一起研究 夜光兵马俑 那画面肯定刺激啊 是吧 果然很刺激啊 刺激的李秀峰带着老丈人 就开始模仿光盘里的镜头了 这俩人啊 不光是看小视频 竟然还真的就把他 附诸于实践了 这一下子 就给这两个人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从此 他们就开始了 短袖龙阳之豪 就这样 这两个人自从有了肌肤之亲之后的 就由翁婿关系变成了情侣关系了 终日是形影不离的 什么厂房里啊 田野旁 小河边 林荫下 都留下了他俩的浪漫的身影 两个人就像是吸了鸦片烟一样 对同性那点床事啊 是极其的痴迷 就算是逢年过节的 李秀峰也不回自己家 非得与岳父同睡不可 这这这这 好嘛 这真是太荒唐了 那但是 不是歧视这两个人呢啊 而是他们俩这乱伦的关系 其实和公公与儿媳妇 岳母和女婿 那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都属于爬灰级别的 都是值得人唾弃的 于是 这老话说的好啊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裤衩子 要想人不知啊 除非己莫为 很快的 这两人的事 就在村子里边传开了 很快的 就成了村民们的茶余饭后 聊天说笑的话题了 这骨子八卦之风 很快的 就刮到了陈赫敏老伴 王翠湘的耳朵里 王翠湘又气又恼 这09年刚入冬的时候 他就对这个陈赫敏 下了最后通牒 你这臭不要脸的 这么大年纪了 你竟然还搞出这种 破鞋烂袜子的事来 你还要不要脸了 你不要 我还要呢 从现在起啊 你就别想出门打工了 我就在家里看着你 陈赫敏自知理亏 也不敢反驳 只是坐在角落里 唉声叹气 人家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这都两年了 我就没有和老伴同睡过一张床 每回二女婿一进门的 她总要找个理由把我支走 她自己陪老头子过夜 我要是不答应 她就软硬兼施的 胡搅蛮缠 不打目的不罢休 面对民警啊 王翠香 那是痛哭流涕 后来 我们一家人都说她 她才认识到错误了 最后呢 才慢慢的不愿意 跟二女婿干大事了 每回二女婿来了 她就找理由出去 可是这一次两次 还能糊弄过去 这次数多了 女婿李秀峰就开始怀疑了 而同时的又见不到老情人 她的心里头就白照挠心 坐卧不安 她经常的给老丈人打电话 要求跟她再续前缘 但是老丈人却拒绝了 并且还奉劝了她几句 希望她也能改些归正 重新做人 李秀峰听了昔日老情人的话 顿时这心里就不是滋味了 她当即的便跟陈和敏说 我不知道你家里人 跟你说了些什么 但是吧 我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 我就是爱你 好吧 爱 十月二十三日晚上 李秀峰实在是憋不住了 再次来到了老丈人家里 这一进门就对老岳母说 妈 那小梅说呀 让你去我家一趟 有事要跟你说呢 这小梅是陈和敏的二女儿 李秀峰的媳妇 王翠湘一听 当然清楚这货来家的目的了 可是啊 她也不便明说 只好起身 她就出了门 这丈母娘刚走 李秀峰就迫不及待的 要跟老丈人干好事 但是被老丈人给拒绝了 她说了 你来我还是欢迎的啊 但是吧 我之前也跟你说了嘛 那样的事就当过去了 啊 这要是继续下去啊 全村人都要笑话 咱们这家一辈子呀 啊 以后咱们还是 翁绪关系 是吧 啊 我家里还有一瓶好酒的 你等着我去拿 啊 咱们爷俩 喝一杯 李秀峰 心中苦闷 坐在饭桌前是一句话也不说 陈和敏很快拿出酒来了 又拿来几个小菜 他给李秀峰买上了一杯 有些事啊 想开了就好了 啊 要是一直钻牛角尖 那就完蛋了 李秀峰端起酒杯 一仰头就灌了一杯 然后又自己真买 也不去吃菜 就是一杯杯的喝酒 不大一会的 他就喝醉了 扶在桌子上 就哭了起来 陈和敏无奈 只好拿出手机 给二女儿陈丽美打了电话 让她来接李秀峰回去 李秀峰迷迷瞪瞪的 听见老赵人打电话给妻子 这酒顿时就醒了一大半 他气横横的说 我不回家 我今天就在你家过夜 我就要跟你睡觉 不大一会的 陈丽敏就赶了过来 他见丈夫喝醉了 就过去搀扶他 却被他一把就推到了一盘 让我一边去去你 我今天不回去 要回你回去吧 我今天晚上就住这里了 我要和咱爸睡觉 这时候跟着陈丽美来的 还有他妈王翠香 这两个女人呢 谁也说不动李秀峰 无奈之下的 只好让他在陈赫敏的家里 过了一夜 但是啊 最成那个德行 也只能是一个人睡客房了 李秀峰睡了之后 陈丽美和母亲 都坐在客厅里边 是哀声叹气了半嗓 大约是几分钟之后的 王翠香说 谁也劝不动 这样吧 给你弟弟打个电话 让他明天赶回来 劝劝他 女儿陈丽美想了想 便给弟弟陈丽美打了电话 这不第二天一大早呢 陈丽美就赶了回来 回来之后了解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把姐夫李秀峰 就叫到跟前 接着啊 就像是训孙子一样 骂了个狗血淋头 并且还说 以后这种伤风 伴俗的事 你自己去干 别他妈拉着咱爸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还想害我爸的话 以后就别想进我家门 我见一次就打你一次 李秀峰见状 便和小舅子大吵了一架 从白天一直吵到了晚上 这两人 谁也说不过谁 晚上吃过饭之后的 陈丽美就开始催促二姐 带着姐夫一起 滚回自己家去 眼看好事无望了 李秀峰很气啊 这气着气着就想不开了 于是捡起门口的一块砖头 狠狠的就给自己来了一板砖 还放下一句狠话 老子就是死了 也要缠着你爹 哎呀 这人归情未了 陈丽美见着家伙动真格的了 立马的就给警察局打了电话 于是就上演了 咱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了解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 小张是语重心长的对李秀峰说呀 兄弟啊 你到现在应该清醒了吧 那是这样的啊 你口中所说的不是同性之间的爱情 那就是玩火的后遗症而已 你先想看啊 你性取向真的是男人吗 你以前喜欢过男人吗 据我所知啊 这性取向这个事情 百分之九十那是天生的呀 虽然也有后天掰弯的吧 但是你们没有看到那种鬼东西的时候 你会想着和男人去做那个事吗 我想你是不会的 你就是看了那种东西这才好奇 尝了之后吧 就有了新鲜感 这种行为 只是被那种小电影给引诱了结果而已 李秀峰听了小张的话 心中似乎是有了醒悟吧 民警小张又说 我看你们家的生活条件也不错呀 那家里人也都挺勤快的 你也是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是吧 你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的 这一大家子人都和和美美的不好吗 非有一条邪路走到黑呀 到时候毁了可不是你一个小家庭的 而是你整个大家庭 到时候你的儿女也都会跟着丢人的 我劝你啊 盲羊不牢吧 李秀峰这时也想到了自己的一儿一女 不由的确实的有些羞愧起来 低声叹了口气 行 谢谢你啊 小张 听君一席话 盛督使念书 我现在也清醒了很多 你不用谢我 我觉得呀 你应该谢谢那块板砖 要不是他拍破了你的脑袋 可能你也没有这么快开窍吧 这事呢 民警赵磊也说了 对对对 既然你已经开窍了 那就明白这一板砖没有白拍 以后可不能再来老战士家里来呼叫蛮缠了 啊 啊 好了好了好了 解决你们家的事啊 我们就放心了 这时间也不早了 大家都去休息吧 小张的心里松了口气 带着同事们就一起回了警局 月光如水 整个陈家小院也是再次的沉寂下来 看热闹的四邻八舍 也随着警车的离开 也都散去了 养在门口的那只大花狗 也同样的摇着尾巴进了窝 睡觉去了 李秀峰也是牵着自己的妻子的手 赶回了自己家 啊 这庄因为看了黄色小电眼而引发的翁婿之恋 也终于的落下了帷幕 好了 本案就到这儿吧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了